《临近行者》261到267章有声字幕小说 江化龙死去 叶凡尽管难于相信 可他就是被爆头了 唐若雪胡乱射出的子弹 先打中门框 再弹到解剖台 最后打入江化龙后脑勺 毫无规则 却也防不胜防 于是大开杀戒的过江龙一命呜呼 命啊 看住被警员抬走的江化龙尸体 叶凡跟做梦一样 最终感慨一声 给韩南华他们发了讯息 江化龙是云顶会的心头大患 特别是江世豪死了后 他更成为韩南华等人心头上的一根刺 如此这根刺拔掉 韩南华他们全都如是重负 一个个亲自跑来验证江化龙尸体 最终 所有人都确认死者正是过江龙 随后齐齐感慨一带枭雄阴沟里翻船 霸道了大半辈子 结果却死于一颗流弹 还是唐若雪这种柔弱女子射杀 不得不说是一场天意 叶凡打完电话后就抱着唐若雪 缓冲他不小心杀人的情绪 还宽慰他是为民除害 一番劝慰 唐若雪渐渐平静下来 情绪也好了很多 随后就被警方请去路口供 叶凡留下处理完江化龙首尾 他和韩南华他们顺着江化龙的手机 顺藤摸瓜铲除掉江世最后余孽 让中海再也没有潜在危险 忙碌一番后 天色已亮 叶凡没有跟韩南华他们庆功 而是回金之灵睡觉 他知道唐家此刻也鸡飞狗跳 唐三国一直损失惨重 唐家必然会遭受一波问责 不过在唐门派人介入此事前 唐家还是不会有任何事 所以他没有再去桃花一号安慰唐若雪 当然 他还是让唐琪琪盯着 夜有什么事马上给自己电话 回到金之灵 叶凡洗漱洗澡 换上衣服 正要睡觉 却听到房门被轻轻敲响 他打开门一看 正见苏希尔站在门口 希尔 有事 苏希尔低住头回道 你吃了早餐没有 我给你煮了一碗面 他说话一如既往的小声 不过语气却透着一抹关怀 叶凡想要说不吃 可看到苏希尔期盼眼神 他又笑着开口 正好饿了 谢谢希尔 真是体贴苏希尔红住脸 跑去给叶凡端早餐 叶凡走到饭厅 苏希尔就把面条端过来 有鸡蛋 有火腿 还有西红柿 汤汁浓郁 一看就有胃口 他拿起筷子正要开吃 却眼睛微微一眯 随后对苏希尔开口 把左臂袖子卷起来 苏希尔闻眼一正 下意识护住左臂 叶凡板起脸 快点 好好 看到叶凡又凶起来 苏希尔忙点头答应 随后咬着牙卷起左臂袖子 叶凡望过去 只见原本白皙滑嫩的手臂 此刻多了三四个小泡泡 还带着一抹红肿 一看就是热油烫到的 而且还是刚烫到 叶凡抓过苏希尔手臂 煮面条时弄到的 苏希尔难为情回道 笨 放鸡蛋时 忘记关小火了 为了让叶凡能快一点吃到东西 他用最快速度煮这一顿早餐 笨死了 叶凡止不住训斥一句 随后声音一揉 痛不痛 苏希尔猛地摇头 看到叶凡目光 又委屈点点头 他只想着让叶凡填饱肚子 当时确实没感觉到疼痛 叶凡起身拿来特制药膏 以后煮面条慢一点 不然烫到脸就毁容了 不用 不用 看到叶凡给自己上药 苏希尔身躯一颤 挣扎住想缩回来 不过被叶凡瞪了一下 他就不敢动了 接着 他尝试住反抗 你吃饭 我自己可以涂的 你那么笨 怎么自己涂 万一戳烂了伤口 留下疤痕怎么办 叶凡根本不给苏希尔对抗机会 拿着药膏 把几个水泡慢慢涂抹着 小心翼翼的样子 好像在雕筑浴石 苏希尔看住叶凡上药的样子 认真 仔细和霸道 眼睛微微酸楚 这是人生中第一个对他好的男人 好了 涂好了 不要碰水 这两天也不要做饭 好好辨识药材就行 叶凡把特制药膏放回去 洗洗手对苏希尔开口 你这么笨 再煮饭 真担心你毁容了 你都长得这么丑了 再毁容 以后就嫁不出去了 叶凡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关怀 哦 苏希尔轻轻点头 随后微不可闻嘟囔一声 猜不丑呢 面条很美味 叶凡一口气把它吃完 连带汤汁都不剩 随后一连满足 寻思苏希尔手艺真不错 你这面条煮得很好 叶凡夸了他一句 等你伤好了 再给我煮一碗 好了 你去忙吧 我要回去睡觉了 他还顺手把碗筷洗了 免得苏希尔又沾水 随后就走向卧室准备睡觉 刚走几步 他的衣袖就被扯住了 苏希尔声音一如既往柔弱 刚吃完饭 不能立刻睡觉 他看了看时间 你再等半小时好不好 叶凡盯着他 你管我 放手苏希尔没有回应 只是红住脸低下头 盯着自己的脚尖 同时手指紧紧拽着叶凡衣袖 坚决不放手 看出他这个样子 叶凡准备逗他一下 我听你的也行 你让我轻一下 苏希尔颤抖了一下 翘脸有些慌乱 显然从没经历过这事 随后弱弱出声 你莫要欺负我好不好 叶凡唬着脸不说话 苏希尔眼皮直跳 神情很是纠结 经过漫长而短暂的空霞后 他微微闭上桃花眼 那你 轻一下吧 别扬挺直 眉眼如画 瑟瑟发抖的睫毛 招视着他的紧张 还有一无反顾 叶凡一时愣在原处 他怎么都没想到 苏希尔这么关心他 为了让他不要吃饱就睡觉 宁愿付出自己的初吻 这真是一个死心眼的傻丫头啊 叶凡真恨不得敲他脑袋几百下 让他开窍一点不要太单纯 可看他楚楚可怜的样子 心头瞬间温柔 叮 就在这时 手机震动了起来 叶凡击击摸摸苏希尔脑袋离开 随后戴上耳塞接听 电话中 很快传来唐七七兴奋的声音 姐夫 好事 大好事 唐门来了任命 任命姐姐重新执掌天堂公司 尚未唐门十三支房头 下个月 整个唐家迁往龙都 第三百三十七章送红颜出事 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从唐七七那里得到消息 挂掉电话的叶凡不得不感慨 唐门做事就是有效率 十三支受到重创 在一时无法弄清楚情况下 让最有能力的唐若雪尚未 就是收拾残局的最好方式 这也体现出大家族利益至上的准则 相比给唐七凤和唐世敬他们报仇 以及问责唐三国一家 唐门更多是寻求利益挽回 人心稳定 而且是一件双雕 如果唐家没有在殡仪馆仪式中 扮演不光彩角色 那唐门就能榨取唐若雪 百亿订单价值弥补损失 如果唐三国要对唐七凤等人的死负责任 那让唐若雪上位 就能日后慢慢找唐三国一家算长 叶凡对唐平凡生出了一丝兴趣 这家伙的手段玩得真是炉火纯青 怪不得唐三国会被打压成废人 几十年都恢复不了胆破 不过叶凡也没怎么放心上 给唐若雪发了一条祝贺信息后 失去睡意的他就去前厅接诊病人 大勇还真是客气 一而再再而三邀请我们去南陵可惜啊 我们没有时间 不然真想去南陵看看他老是这样拒绝也不好 晚点买点土特产寄给他叶凡刚刚到前厅 就见父亲和母亲散布回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机谈论 神情很是高兴 他好奇问出一声 爸妈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高兴 你大勇说 李大勇你爹当年的战友 以前经常来我们家 那个皮肤黑的叔叔 还记得不 沈碧晴笑着出声 他在南陵发财了 几次三番 让我们一家过去游玩夜五九补充一句 你上大学 他还给了一千块红包呢 被父母这样一提 叶凡一拍脑袋响起 哦 哦 永叔 就是那个一顿吃五大碗饭的李大勇 叶凡想起那个一米九的父亲战友 李大勇 也是中海人 只是退役后混得不好 经常有这顿没那顿 父母看他日子艰难 就时不时救济他 他去南陵打拼时 父亲还给了他五千块钱做路费 叶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 每次来叶家吃饭 母亲都要煮夹两勺米 因为李大勇一个人能吃大半锅 则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人家的 沈碧琴瞪了叶凡一眼 米饭很好吃吗 如非是真饿了 谁会吃五碗 是啊 不能这样说你大勇叔 他对你很不错的 你读中学下大雨 我和你妈没空 是他骑住车过去接你 你没淋湿 他却感冒一个星期夜五九 也一敲叶凡脑袋 而且你妈担心你长大没老婆去 他还要把女儿默默许配给你 叶凡笑了笑 爸妈教训的是听到默默两字 叶凡想起那个高冷小女孩 脸上滑过一抹玩味笑容 你大勇叔现在是南陵一家器械公司老板 专门给南陵五门各大会馆提供器材 夜五九笑了笑 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他感激我们帮过他 就不断邀请我们做客 叶凡忙开口 那你们就过去玩啊 反正现在是你们享清福的时候 金志玲的活 我叫几个人钱 就是夜五九和沈碧琴 现在每天除了卖凉茶外 就是帮金志玲一伙人做午饭 不算清闲 但也不是很忙 我们还要卖凉茶呢 沈碧琴轻轻摇头 凉茶刚刚起色 再关闭 会让顾客失望的 当然 最重要一点 你大勇叔也有家庭 我们跑过去给人家添麻烦 不好 还是等你大勇叔 哪天一锦还乡再聚吧 沈碧琴跟夜五九都一样 从不介意别人麻烦自己 但却不喜欢自己 给别人带去麻烦 夜凡想想也是 李大勇是个耿直的人 但他还有妻女 不能不考虑对方感受 而且他记得 李大勇的妻子柳月琴 也是一个傲娇的人 一直不喜欢自己 跟他女儿张默默玩耍 我们不方便过去 但如果你去了南陵 可以替我们去看看他夜五九 望向了夜凡笑道 免得他觉得我们家泰吴琴 沈碧琴也出声附和 对 你有空去了南陵 一定要去看看你大勇书 夜凡笑着点头 明白呜 正当夜凡准备找黄三重 了解南陵局势时 门口忽然冲来了一辆黑色奔驰车 随后横在医馆前方 车门打开 一身阿玛尼的灵百顺钻了出来 只是脸上没有昔日的叼炸天 只有一骨子凝重 凡哥 一个小时前 宋总处理完江化龙的首尾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然后他就让我暂时 打理五湖集团事务 他包了一架砖机飞去南陵了 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说他母亲生病了 不过没有什么大碍 让我不用告诉你 他少则三天 多则一个星期就会回来 可我感觉宋总心事重重 我担心他隐瞒什么 就过来告诉你了 林百顺压低声音 他这一周情绪都不太好 江化龙死了也没多少高兴 红颜回南陵了 夜凡微微皱眉 这有点反常了 如果真是宋母病了 按道理 宋红颜也会亲自跟自己告别 而不是这样偷偷走了 行 我马上给他电话 夜凡点点头 随后拨打号码 但对方已经关机 他微微皱眉 接着又打给宋母 结果也是不在服务范围 这不应该啊 两人留给自己的 都是私人号码 24小时都不会关机的 夜凡眼睛眯起 难道宋家有变故 突然 林百顺一拍脑袋开口 对了 我还在宋总办公室的垃圾桶 捡到这一张纸 他迅速从口袋 掏出一张A4纸 皱皱巴巴 但打开后 立刻让夜凡指不住跳起来 白纸有钢笔留下的痕迹 但因为用力过猛 锋利的钢笔钢尖穿透了纸被 在洁白纸面上 划出深刻的口子 这些口子笔画潦草 却依然能够辨认 4 触目惊心 轰 就在这时 天际 忽然传来一记雷声 要下雨了 第338章 拒绝复婚 宋红颜失去联系 叶凡一边让黄三重打听 一边做好 去南陵的准备 三天过后 他还联系不上 宋红颜他们 叶凡就会赶去南陵 他本来不想太早 出现在南陵 免得沈家和武蒙 联手对付自己 可他放不下 宋红颜的生死 宋红颜的温柔 宋红颜的好 都注定他要好好回报这女人 接下来的两天 叶凡安心接诊 让生死时白忙 恢复到欺骗 让自己手里多一点底牌 空闲时间 他就拿着南陵情报 深入分析 准备最快速度 收拾五盟残局 然后让自己多一张筹码 他的注意力落在了南陵 所以就没有再关注唐家 临近黄昏 唐若雪的红色宝马 出现在医馆门口 相比昔日的形单影之 这一次唐若雪身边 多了七八名保镖 渐渐彰显唐门十三支的风范 唐总 唐房头 欢迎光临 叶凡笑着 把他迎进了后堂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不用忙了 要忙的忙完了 忙不完的 也不记住忙 唐若雪轻车熟路 跟沈碧琴他们打招呼 随后双手撑在桌上 冷冷逼拭试住叶凡 倒是你 溜得挺快啊 出事那天不陪住我安慰我 这几天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你还真是靠实力单身啊 他轻轻踢了叶凡一脚 随后在沙发对面坐下 翘脸带着一抹成怨 唐总 你这可冤枉我了 叶凡给唐若雪倒了一杯茶 柔柔小腿无奈开口 我一直不受唐门人欢迎 唐熙凤和唐世靖他们死了 虽然不是我直接杀的 但也跟我有关系 如果我在现场待着不走 或一直留在你身边 其余唐门人会怎么想 要么觉得我在刺激他们神经 要么认定你跟我同流合污 搞不好会谣传杀手 是你们唐家安排的 所以我就有多远滚多远 免得让唐门人心中不爽 这两天没给你电话 也是知道你尚未 一堆事情忙 就算有空也要好好补教 我怎能打扰你 叶凡道出自己理由 等你稳定了 我一定会去找你 一是庆贺 二是抱大腿 天堂公司总裁 不算什么 唐门十三只房头 这可是大腿啊 掌管六百多子职 几十家企业 叶凡开着玩笑 我抱住了 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狗嘴吐不出象牙 唐若雪椒 哼了一声 翘脸依然板住 但语气渐渐缓和起来 不过事情确实挺多的 要安排人 接收天堂公司事务 要召开十三只子职大会 还要忙住搬迁 他止不住揉揉脑袋 毛子多了一丝疲倦 以前做傀儡时 想着掌控实权 为父母争取一点利益 可现在真正大权在手 他却发现压力巨大 事情比起以前多了几十倍 还要承受族人的内部之一 他多少怀念过去 可更清楚回不去了 就算自己放手 父母和堂门 也不会让他撂挑子 听到唐若雪去龙都 叶凡声音一揉 什么时候走 最多一个星期 就要搬去龙都了 唐若雪双腿一挫 勾勒出一个弧度 十三只核心子职 基本都在龙都 我必须早点过去主持大局 毕竟我不像唐熙凤那样 有人有钱有威望 他能随便拿拐杖打人 我敢动粗 估计被千夫所指 而且你也清楚 我这位置 不过是裹着唐一的毒丸 我大步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 让我掌权 不过是出于稳定人心 和利益需要 所以我不处理好各方面 现在多大的甜头 就会变成多大的拳头 他显然也早看到事情本质 随后看住叶凡笑道 所以咱们时间不多了 他还有一件事没说 他想尽快稳定局面 看看有没有机会 重启云顶山项目 扑 叶凡文言 差点喷出一口茶水 这叫什么话 这是春风诊所 和唐家别墅的产权 我从我妈手里抢过来了 你出了钱 应该留在你手里 唐若雪笑着 从手袋掏出一叠东西 放在叶凡面前 桃花一号 过几天也会物归原主 叶凡没有动这些东西 只是笑着望向女人 不要弄得这么伤感 不知道的 还以为生离死别呢 叶凡 唐若雪神情犹豫了一下 随后仰起翘脸 鼓起勇气开口 我今天过来 还有一件事 叶凡一正 什么事 你说 能帮忙的 我一定帮忙 唐若雪呼出一口长气 起身走到叶凡的背后问道 你是不是真的想抱大腿啊 叶凡一愣 随后笑道 当然 可以少奋斗很多年呢 我们复婚吧 唐若雪从背后抱住叶凡 翘脸靠在她的背部出声 在我去龙都前 咱们复婚吧 叶凡身躯止不住一江 你是开玩笑吗 我不是儿女情长的人 吃饱撑着来求你复婚 唐若雪的翘脸多了一丝冷恋 还是你觉得 我只是玩一玩 叶凡苦笑一声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尽管两人精力诸多 感情变化不少 但叶凡还是恍惚她的主动复婚 极好面子的她 需要多少勇气说出复婚 我也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唐若雪翘脸也缓和下来 伸手握住叶凡的手指 咱们明天就去领证 后天双方家长聚一聚 大后天我们去拍婚纱照 拍完后 我们就办婚礼 虽然有点仓促 但一个星期还是能赶完 赴完婚了 我就可以安心去龙都了 然后每周我会飞回来看你 唐若雪憧憬这两人的美好 如果你无聊了 你就带你爹妈去龙都游玩 我不会强迫你去龙都 也不会干涉你的事业 唯一要求 那就是为我这棵树 放弃你的森林叶凡 你愿意复婚吗 唐若雪目光温柔盯着叶凡 你愿意为了我 做出努力 做出牺牲吗 我当然愿意 叶凡神情有着犹豫 不过复婚暂时不行 她很快就要去南陵了 根本不可能等一个星期 而且不看到宋红颜没事 她复婚也不心安啊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 听到叶凡的婉拒 唐若雪像是产生了错觉 周遭的一切动静 都再也潜扰不到她 脑袋嗡嗡作响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叶凡会说出暂时不行 这完全不是她期待的字眼 唐若雪用力摇摇嘴唇 声音恢复了昔日的冷淡 我拉下脸向你求婚 你说不行 总该给我一个交代 看到唐若雪的期盼和问责眼神 叶凡心里很是挣扎 她明白 唐若雪是真心实意复婚 也相信她以后会变成好妻子 只是她暂时真没时间 宋红颜有事 我估计明天就要去南陵 叶凡咬咬牙解释 等我从南陵回来 我们再复婚好不好 宋红颜 又是宋红颜 你真被她包了吗 唐若雪翘脸冷了下来 双眼没有任何波澜 还是对于你来说 她比我更重要 不是 她真有事 叶凡双手一摊 还是大事 我必须去一探南陵 我知道你有情有义 行 我也不干涉你去南陵 唐若雪深深呼吸一口气 决定对叶凡退让一步 但你一个星期后 再去找她 等咱们领完证 赴完婚 你要去南陵 就去南陵 我绝对不干涉你 她告诫自己 不要吃醋 水之清则无余 多少要给叶凡一点空间 若雪 抱歉 我真等不了一个星期 叶凡毫不犹豫摇头 这样 等我去玩南陵 我直接去龙都找你 咱们到时在龙都复婚一样 叶凡 唐若雪表情瞬间冷宁 带着一股子寒霜 我向你求婚 我允许你去南陵 也不介意你找宋红颜 你为何还得寸进尺 难道你就这样迫不及待 想要见到宋红颜 为此不惜牺牲我们的复婚 还连一个星期都等不了 她的声音带着一抹失望 身子有些颤抖 叶凡能感觉到她压抑住的情绪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叶凡转身看住女人 她事情紧急 我必须尽快处理 什么尽快处理 摆明就是你心里只有她 不然你不会这个样子 唐洛雪丝毫不听叶凡的解释 一字一句开口 我爱上了你 我也以为你心里还有我 现在看来 是我天真了 说出这几句话 她浑身的力气突兀间消失殆尽 眼前阵阵泛飞 她放低姿态来求叶凡复婚 本以为会有这个好的结局 结果却被叶凡拒绝了 还连一个星期不肯等 她竭尽全力的美好憧憬 还有相夫教子做个好女人的决心 此刻分崩离析 在唐洛雪看来 叶凡再多的理由也只是借口 她心里就不那么爱自己 一厢情愿 唐洛雪平时就很冰冷 此刻她整个人更是冰块一般 叶凡 我告诉你 我明天十点准时在明镇局门口等你 如果你不出现 你以后就真的不要再见我了 唐洛雪自嘲一笑 随后拿起手带神情木讷 想出口走去 洛雪 叶凡伸手去拉她 却被唐洛雪毫不留情一把甩开 第三百三十九章你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 叶凡等来了宋红颜短信 上面有一行字 安好 悟念 虽然收到这报平安的短信 可叶凡心里却没半点放心 特别是当她打回去时 宋红颜手机又关机 叶凡就决定去南陵探个究竟 叶凡对孙步凡他们交代一番后 就带着独孤商坐高铁前往南陵 而黄三重和黄天骄 更是早几天就带着人抵达南陵了 这次不仅要收拾南陵五盟残局 还要摆平宋家的事情 前往途中 杜清帝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九点 唐洛雪盛装从桃花一号出发 九点半 唐洛雪出现在中海民政局 随行除了唐琪琪之外 还有韩建峰夫妇 九点三十五分 几名摄影师出现 准备见证复婚时刻 九点四十五分 花店人员抵达 送来一车子百合花 估计999朵 九点五十五分 唐洛雪走进民政局大厅 看住杜清帝一个接一个现场汇报 还有唐洛雪盛世容颜的照片 叶凡情绪说不出的低落 他没有让杜清帝继续直播 叶凡也能够想象 十点钟后 没有等到自己的唐洛雪 会怎样黯然伤神 洛雪 对不起 叶凡脸上有着无尽的愧疚 心内像生生被扎了根刺 叮 就在叶凡流露自责时 手机微微震动了起来 他的手指不住一抖 很怕是唐洛雪打来的电话 但内心又莫名期待他骂自己一通 所以最终掏出了手机 只是上面号码不是唐洛雪 而是来自南陵一个陌生电话 叶凡戴上蓝牙耳机接听 叶凡骂 我是你永叔 李大勇啊 你来南陵怎么也不说一声 耳边响起一个久远却熟悉的声音 很是洪亮 不是你爸妈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到南陵叶凡一愣 随后笑着回道 永叔 你好 你好臭小子 永叔不管你来这里干什么 今天中午一定要过来跟我吃饭 李大勇不容置疑开口 这些年不见你 永叔都快不知你长啥样的年初 你母亲生病 你们也不知一声 如不是从三婆风那里听到 我都不知道你们那么艰难过 你爸妈总是这样要强 不可来南陵 跟我享福就算了 还把我每次转过去的钱 都转回来 除了你读大学时的一千块红包 你们就没有多收过一分钱 他语气带着一丝责备 你们这是拿永叔当外人啊 永叔 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叶凡原本想要拒绝午饭 但听到李大勇这样说 只能接过话题 行 话不多说 中午我过去 我自罚三杯 他对李大勇还是很有好感的 我估计十一点到中海高铁站 你留个地址 我打车过去 打什么车啊 李大勇很直接打断叶凡的话 十一点半是不是 我让我家小黄去接你 到时你阿姨和默默也会过来 咱们这么多年没见 今天中午一定要喝得痛快 顺便跟我讲一讲 你爹妈情况 就这样说定了 我先跟几个五门骨干谈点生意 他补充一句 晚点见 不准放我鸽子 叶凡只好笑着回道 好的 永叔 晚点见挂掉电话后 叶凡发现被李大勇一搅获 自己心情好点了 于是起身走向餐厅 准备买瓶水喝 叶凡询问一声 就走向五号车厢 他很快来到餐厅门口 伸出双手一推玻璃门 站住 一声立刻传来 叶凡一愣 随后 他就见到面前多了一个辫子女孩 俏脸精致 神情高傲 不可一世 叶凡皱眉 什么事 餐厅有人正在吃饭 任何人不得进去打扰辫子女孩 神情很是不耐烦 一个小时候 再来这女孩装扮 看出是富家子女 但说话语气 俱要十足 居高临下 叶凡目光一冷 高铁餐厅是公共地方 你凭什么在门口拦着我 让你走开就走开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辫子女孩很是生气 对住叶凡就推出一场 见到对方这么刁蛮 叶凡眼神一冷准备把他震飞 进而 不得放肆 就在这时 餐厅里传来一个沧桑 却威严的声音 霸占餐厅 终归是我们不对 再打人就过分了 进而瞬间散去巨傲 变得无比恭敬 是 朱先生他不甘不愿把路让开了 叶凡收回手走了进去 他发现 餐厅站着六个服务员 两名厨师 但他们服务的只有一桌 桌子两边还有五个中年男女 一个个气势不凡 华衣力服 看住就是非富极贵的人 不过他们全都站着 整张桌子 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坐着 他的面前摆着十几道精致食物 还有一小瓶酒 叶凡目光越过众人 落在中年男子的脸上 这估计就是那朱先生了 对方风轻云淡笑着望过来 眼神宝金沧桑 却又无波无澜 不用任何人介绍 叶凡都知道这是一个大人物 那份眼神 不是普通人能具备的 周年男子温和一笑 年轻人 不好意思 进而挡你路了 你大人大量 多多包汉 叶凡神情平静点点头 算是对老人的回应 进而眼神阴冷 很是不喜欢叶凡这种态度 衣着普通 毫无亮点 却又喜欢讲究平等的人 在他看来 一辈子都不会出人头地 刚才如不是朱先生制止 他一巴掌把叶凡扇飞 朱先生却不放在心上 向静儿他们微微偏头 我不吃了 回商务仓吧 不要挡着其他乘客吃饭 静儿低声一句 是 朱先生 朱先生又妄想叶凡笑道 年轻人 冒饭了 这一顿 我请 算是一点歉意 叶凡没有回应 而是眯起眼睛 看住朱先生的脸 相比他眼睛的升级活力 朱先生的脸 要前别很多 皮肤更是带着一层漆黑 好像墨汁一样难看 静儿按捺不住交贺 朱先生跟你说话呢 你耳朵聋了吗 叶凡盯着朱先生开口 你要死了吧 全场瞬间一记 朱先生瞳孔瞬间凝聚成盲 第340章 四个耳光治病 几名华裔男女 闻言脸色俱变 朱先生向来忌讳别人说他的脸 叶凡却直接这样无理 这简直就是找死 进而第一个冲出来喝道 混账东西 朱先生岂是你能羞辱的 他下意识去摸妖中武器 几个华裔男女 目光也都暴是寒芒 我能解你脸上的毒 叶凡依然盯着朱先生 不过酬金要一千万 一千万虽然少了点 不过他举手之劳 不介意赚点小钱 毛都没长齐 还会医术了 进而翘脸阴寒 不要在我们面前哗众取宠 虽然他惊讶叶凡看出朱先生中毒 还知道他命不久矣 可他依然不认为 叶凡能够治好朱先生 知道朱先生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男灵士手 说到这里 进而忽然意识到说漏嘴 盲话风一转 识趣的 赶紧给朱先生道歉 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了 说话之间 一股惊人气势 向叶凡压去 他冷冽的眼睛 多了一抹杀意 郭躁 叶凡眼神一冷 手指一弹 一根筷子飞射过去 进而直觉的眼前一晃 还未来得及思考 一股强势无匹的寒芒 飞射而来 他拔出匕首全力一斩 只是匕首刚刚斩出 他就感觉辫子一震 一痛 随后喷的一声 他的背部狠狠撞在墙壁 筷子把他辫子 钉在软墙上 全场大惊 静儿心中更是惊涛骇浪 难于置信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 怎么会这么强横 他可是黄境巅峰高手啊 叶凡一招击败他 起码是玄境高手了 这个年纪 这种实力 简直就是武道天才 静儿暗暗后悔 跟叶凡叫板 见到叶凡这么可怖 几个华裔男女 本能要把武器 助手 这时 朱先生喝出一声 全给我退下 几个华裔男女 神情犹豫着低锤武器 年轻人 对不起 是静儿 是静儿无礼了 朱先生一脸歉意 望向了叶凡 你大人大量 多多包汗接着 他又向静儿 贺出一句 静儿 快向小兄弟道歉 静儿嘴角牵动不已 朱先生 朱先生脸色一沉 道歉 静儿眼皮一跳 艰难冒出一句 对不起 叶凡淡淡出声 下不为例 不然你就要成为死人了 静儿心神一颤 一股良意蔓延全身 双腿也微微颤抖 叶凡看重年纪不大 但说的每一个字 都让人不由自主相信 我也有错 管教不言 朱先生笑着拱拱手 随后对叶凡来了一个鞠躬 朱长生也向小兄弟说声 对不起 朱先生客气了 叶凡散去了谋中杀意 这跟你没多少关系 不知道是朱长生寿命将尽 还是和蔼可亲 叶凡对他多一丝温和 朱长生笑着问出一句 不知道小兄弟怎么称呼 叶凡直接回应 叶凡朱长生邀请叶凡落座 叶兄弟回医术 叶凡淡淡出生 你中了苗株毒素 这毒素不激烈 但跟溶于水里的墨汁一样 难于清理 他会随着血液循环慢慢蔓延 最终在大脑或心脏堆积 让人死亡 你虽然用换血手段 以及药物压制 但他依然转移到你的脸上 他一眼看透朱长生病情 最多一个星期 你就会一命呜呼 进而他们闻言大惊 权重 朱长生也是满脸惊喜 叶兄弟高人 还请你援手一把 多少代价 朱某都愿意付出 叶凡淡淡出生 我已经说过了 一千万 好 你解了我的毒 我给你一千万 朱先生语气带着一股激动 尽管是 反正没几天了 最坏的情况 就是空欢喜一场 虽然他对脸上毒素 也寂静绝望 可不代表他不希望多活几天 叶凡一笑 放心 不会空欢喜的 朱长生追问一生 需要我准备些什么吗 叶凡轻轻摇头 不用下一秒 他上前一步 给了朱长生两大巴掌 啪啪 清脆 响亮 朱长生被打得晕头转向 对住地板吐出一口鲜血 触目惊心 还差一点 叶凡扫过一眼 又是两大耳光甩出 扑 朱长生又是一口老血喷出 身子也弯成了大虾 如非左手撑住了桌子 他估计要摔倒在地 朱先生 几名轻信见状大吃一惊 随后哗啦一声围了上去 静儿对叶凡吼出一声 你干什么 他们没有想到 叶凡如此混账 敢当众山珠长生耳光 还打得朱长生吐血 实在是不知死活 住手 住手 这时 朱长生推开几个搀扶的手下 对静儿一干人等 喝出一声 不得对叶兄弟无礼 静儿他们一愣 朱先生 这小子冒犯了你 冒犯什么 那是叶兄弟给我治病 朱长生直立起身子 他开始也觉得叶凡无礼 可缓过来 见到地上黑血 他就意识到遇见高人了 静儿他们望过去 震惊发现 朱长生那浅瘪漆黑的脸颊 此刻不见毒素黑影 多了一抹红润 那是一种年轻人的朝气和生机 而地上 是一大棚黑色血液 毫无疑问 朱长生脸颊的毒素 被叶凡四个耳光打出来了 尼玛 这什么操作 进而他们全都目瞪口呆 完全不敢相信这一幕 无数名医束手无策的毒素 几个耳光就解决了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你的毒素一解 叶凡拿指巾擦拭掌心 叮嘱一句 未来一个月 吃清淡一点 多喝点牛奶 为了给对方一点震惊 叶凡懒地动用银针 直接用生死石化解 朱长生瞪大了眼睛 虽然那盆黑血吐出 让他轻松了不少 可他还是难于置信 自己就这样好了 随后 朱长生摸摸自己的脸 还运功调息一番 很快 他就瞪大了眼睛 神情止不住激动 那份力不从心 没了 那份血液停滞 没了 那份头颅剧痛 也没了 好了 真的好了 他一把握住叶凡的手 高人啊 高人啊 叶凡伸出了手 别避避 给钱啊 第三百四十一章 求我 叶兄弟放心 一千万 一分都不会少 朱长生握着叶凡的手 用力晃了晃 不过暂时需要叶兄弟包涵 我手里现在没有一千万 我这次出来 就是求一 账上现金 基本都花完了 叶兄弟去哪 他追问一声 留下一个电话 我保证 二十四小时内 让人把一千万 送到你手里 我就去南陵市 叶凡颇有深意 看了朱长生一眼 拿起桌上纸笔 写了一个号码 会在那边 待上一个星期 南陵啊 真是巧啊 朱长生亚然出生 随后挥手 召来静儿 叶兄弟 这是我的干女儿 朱敬儿 叶凡一愣 干女儿 还以为是保镖或亲信呢 随后他又醒悟过来 应该是为了避免他人非议 出了家门 朱敬儿一般都不叫 朱长生前爹 而是叫朱先生 进而 叶兄弟是我的恩人 以后叶兄弟在南陵 有什么琐事 你一定要扮得 妥妥当当 朱长生 右手指一点叶凡 态度明确做出吩咐 毫无疑问 想要拉拢叶凡 朱敬儿长得冷艳 为人也刁蛮 可对朱长生 却毕恭毕敬 听到朱长生的话 朱敬儿再也不负俱傲 向叶凡很用力弯腰 叶神医 刚才冒犯 实在对不起 以后有什么拆迁的话 你尽管吩咐 不管是医术 还是武道 朱敬儿对叶凡 都已无体投地 不敢再造次 叶凡与其平和 朱小姐客气了 以后多多关照 她借过了朱敬儿的名片 还留下了自己的号码 毕竟多个朋友 多条路 何况还是身份不小的 男灵士手 叶神医放心 热络之前 一千万一定到账 朱长生大笑一声 随后又让人拿来一个盒子 递到叶凡的手里开口 还有一个东西 希望叶兄弟能够收下 这是固有送的人生 我本来是想用他调理身体 现在毒素化解了 用不上了 借花献佛吧 朱长生很是热情 还请叶兄弟赏脸笑纳 也算是交个朋友 他还打开盒子 里面摆放着一株人参 为了保鲜 上面泥土都没怎么清理 看起来就像是萝卜 但叶凡一眼能看出他的珍贵 至少五百年份 绝对的好东西 那就谢谢朱先生了 叶凡也没有扭念 一条命 受得起这个见面礼 他接过盒子开口 改天再见随后 他就买了一瓶苏打水 转身离开 朱先生 一千万对我们只是九牛一毛 支票随时能开几时的一出来 为什么说我们手里没钱呢 看到叶凡离去之后 静儿走到朱长生身边 神情犹豫问道 莫非朱先生觉得他一数不值一千万 恰恰相反 朱长生目光如炬 叶凡是世外高人 一数五到一流 别看他现在没啥声明 但迟早会毅力巅峰 对于这种人才 不 贵人 我们不能只是他的人生过客 难得的机缘 就要好好珍惜 我们要尽量跟他拉上关系 不然将来会高攀不起的 朱长生望向朱静儿 静儿 我待会继续去龙都 你再在南陵下车 我都病好了 总该去龙都亮亮相 让唐门四大家知道 我这个朱家儿郎 还不到让位的时候 想要我英年早逝 更是做大梦 他眼里闪烁着一抹炽热 记住了 一定要跟叶凡拉好关系 只要不违反底线的 全力帮助他朱静儿 恭敬低头 明白朱长生忽然冒出一句 对了 这些天 龙都有什么变动 或消息没有 得病以来 他对事物失去兴趣 也不再关注神州局势 只想把病治好 或者毫无痛苦死去 现在病好了 他眼里又多了一丝光芒 觉得自己可以一个打四个了 有个不大也不小的消息 朱静儿毫不犹豫回到 唐门唐熙凤一脉发生变故 他们被将画龙袭击 死伤六十多人 唐熙凤和唐诗静 鹰婆婆都死了 唐门十三只进一步凋零 不过唐平凡把唐若雪 搬到房头位置 重新稳定了十三只队伍和人心 他补充一句 老爷子原本希望唐门大乱的想法落 空了 唐若雪 朱长生微微眯起眼睛 就是弃子唐三国的女儿 朱静儿轻轻点头 没错 有点意思朱长生笑了笑 唐三国这个废物 二十多年前就该死去 结果不仅活下来了 还又杀毁了龙都 杀毁龙都说不上 不过是唐平凡的一颗棋子 朱静儿笑道 二十多年前 冰抢马壮 唐三国都没上位 现在这个环境 他更加不可能有作为了 再说了 唐三国一家去龙都 谈不上什么上位 更像是唐平凡把一条狗 牵在身边 他补充一句 这样既能解闷 又能随时杀掉也是 朱长生与其淡漠 不过不管如何 一潭死水 是该起点联衣了 在朱氏妇女交谈时 叶凡正收拾东西 准备下高铁 他知道正常生心思 不过没有戳穿他的意图 毕竟人家 也是想讨好自己 没有多久 高铁抵达南陵 叶凡出来 按照李大勇的留言 绕了一圈 来到西侧出口 他一眼看到 一辆黑色奥迪停在对面 还有一个平头青年 靠在车门玩手机 叶凡看了看车牌 随后就走了上去 黄哥 我是李大勇的 小黄微微汗手 算是回应 随后冷冷扫尸着 叶凡 你就是叶凡 他叫黄君 李默默的远房表兄 虽然只是一个司机 可却觉得自己也是李家人 所以一向自视过高 李大勇只让他来高铁站接人 却没有说叶凡是什么身份 小黄以为 自己今天接的是富二代 没想到是一个乡下来的小子 八成又是跟自己一样 从老家来占便宜的穷亲戚 他的笑容当时就冷却了下来 叼着一根香烟打开车门 神情冷淡的让叶凡上车 东西放车尾箱 慢一点放 奥迪刚买的 不要碰坏了 你坐后排 身上都是尘 免得搞脏了车子 接着 黄军又拿出一张报纸 扑在后面 最烦你们这些乡下人 整天蝗虫一样来城里占便宜 砰 叶凡眼神一冷 直接伸出一脚 把小黄扮了个四脚朝天 小黄勃然大怒 你他妈的找死 啪 叶凡又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小黄跌飞出去 牙齿跌落一颗 他怒不可斥 拿出班兽吼道 我弄死你 叶凡冷笑一声 你身上是不是有几个红伴 每次跟女人同房后 都发红发烫 还生不如死 黄军如雷劈一样僵直 你怎么知道 啪 叶凡又一巴掌扇翻黄军 求我第342章 势力柳月灵 叶凡钻入副驾驶座 黄军愤怒不已 但思虑再三 还是松懈拳头 开着车子离开高铁站 半年前开始 他的身上多了几个红伴 平时没什么一样 但同房之后 就发红发烫 跟闹铁一样 每一次发作 黄军都痛得死去活来 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 也因为这份剧痛 向来好色的黄军 都不敢碰女人了 他看过不少医生 都无果 现在听到叶凡一语道破 黄军感觉到一丝希望 所以只能忍耐怒意 前行途中 叶凡打开手机 给宋红颜发了一个讯息 告知自己已经抵达南陵 如果他明天日落之前没有回应 他就会直接杀去宋氏山庄 叶凡是无论如何 都要把宋红颜逼出来的 发完短信后 叶凡就望向了窗外 审视着这个六朝古都 相比其他城市的高楼大厦 和光鲜时尚 南陵要古色古香很多 一路过去 能看到不少好看的古建筑 叶凡还看到了 形如一把刀的如意集团 高达38层 毅力繁华之处 俯视着南陵大桥 在黄三重的情报中 沈千山好权也好钱 强势掌控南陵五盟之余 也不忘记利用五盟人脉 建起公司 如意集团就是沈千山的心血 市值千亿 涉及器械 安保和金融等业务 是南陵屈指可数的大企业 这间公司除了三大副会长 各占一城 五盟子弟占股两成万 剩下五成都是沈千山抓在手里 不过这五成股份 沈千山并没有亲自持有 而是让薛如意带持 所以沈千山一死 南陵五盟和如意集团 都鸡飞狗跳 哦 叶凡念头转动中 车子来到了一间奢华酒楼 门口牌匾写着福隆楼三的字 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里一桌最低消费三千元 厢房更是八千八起步 价格不算逆天 但也不是普通市民能承担 李大勇是器械配件老板 年入几千万 李默默母亲柳月灵 是一家房企主管 年入几十万 他们来这里自然没有压力 叶兄弟 这边 这边 黄军一扫高铁站的优越感 满脸陪笑领着叶凡走入芙蓉楼 行李 我来 我来 李夫人他们提前到了 还有几个生意场上的老朋友 李总和李小姐晚一点到 李总吩咐我 接到你就先不要去家里了 直接来这里吃饭 他们就在二零三号房 黄军点头哈腰 叶兄弟 你进去吧 我一个司机就不出现了 他的脸被打肿了 不想进去被人看笑话 叶凡点点头走向包厢 黄军迟疑了一下 叶兄弟 我那病 你有法子治不 叶凡淡漠出声 过两天再说 好的 好的 黄军连连点头 说不出的顺从 眼里却略过一抹怨毒 现在形势不如人 他只能低头 但他心里已经想好 等叶凡治好自己的完疾后 他一定要连本带力 费了这个穷柄 哼 一个香巴老敢打我 等住吧 黄军心里恶狠狠地想着 叶凡当然捕捉到黄军眼神 只是他根本不在乎对方想法 黄军如果不识去 他会让黄军生不如死 他提着行李以及人身走到门口 随即礼貌地敲了敲房门 呀 来了 来了 肯定是宗元和默默他们来了 虚眼的房门未开 叶凡先听到一串带着客套的娇笑 我该给老黎也打个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吃饭 不然怠慢大家的接着 一个艳丽照人的妇人出现在叶凡面前 那份娇笑就跟花朵一样灿烂 好像迎接什么大人物 但当他看到叶凡时 笑容瞬间一致 随后哑然失声 叶凡 李默默的母亲 柳月玲 叶凡笑着喊出一句 柳阿姨好 虽然柳月玲一直轻视他 但很多年没见 叶凡还是满脸热情 叶凡还顺势望了一眼相防 有七八个华一男女 但不见李大勇和李默默影子 柳月玲很是吃惊 叶凡 你怎么来了 叶凡微微一愣 李叔叔叫小黄把我接这里来的 杀千刀的 总是做些不带脑子的事 我怎么就嫁了他这个废物 柳月玲叱骂了一声李大勇 随后一把拉住叶凡开口 叶凡 今天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宴会 来往的都是非富即贵 还有如意集团的高层 我知道你爹跟你李叔的关系 我也知道你很喜欢默默 不过今天实在不便 阿姨改天在招呼你 总不至于扫阿姨的信吧 希望你给一个面子 柳月玲掏出钱包 抽出一张红纱 阿姨给你一百块 你去对面肯德基 吃个全家桶 叶凡微微皱眉 叶凡 叶凡 到了 就在这时 背后又传来一个红亮声音 接着 两只后视手臂就抱住了叶凡 还把他抱起来转了一圈 臭小子 真的长大长高了 我都快抱不动你了 不过五官还是跟以前一样轻瘦 我一眼就能认出你来 一个身材高大 充满雄性气息的中年男子 满脸笑容出现在叶凡身后 正是多年未见的李大勇 李大勇大笑着放下叶凡 但依然不断拍打叶凡肩膀 神情说不出的胆开 叶凡也欣喜无比 勇书好 李大勇热情问住 你爹妈还好吗 身体咋样啊 叶凡心里温暖 他们都很好 谢谢勇书关心 都好就行 我告诉你 你这次来了 一定要好好玩一圈 李大勇很是豪气 不用担心钱 勇书有的事前 柳月灵俏脸一变 对叶凡更加嫌弃 叶凡再度笑道 谢谢勇书 好了 不说了 进去做 进去做李大勇满脸笑容 我还担心你路上塞车 赶不上这顿午饭呢 来得正好 我也刚做完事 走 进去 一起吃饭 他带着叶凡进门 月灵 干嘛堵在门口啊 进去开饭 叶凡饿坏了 叶凡心里流过一抹暖流 老李 你糊涂是不 柳月灵俏脸一变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今天中午请了王宗元吗 我知道 不就是那个 由头粉面的小子吗 李大勇哼出一声 我告诉你 别想着撮合他的默默 那小子阴柔得很 我不喜欢 你懂个屁 宗元可是五门 王副会长的侄子 也是如意集团公关经理 南陵五门群龙五首 王东山最有希望 晋升为会长 他一旦成了会长 默默就成会长而媳妇了 五门啊 如意集团啊 加起来一千多亿 柳月灵板起脸喝道 到时随便给他们几张订单 咱们一年都有几个亿收入 少奋斗十几年呢 会长 叶凡笑了笑 未来的南陵会长在这呢 不断不断啊 久不断啊